教員介法第21條第四項授權訂定的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化社辦法 原民會以部落為化社單位 希望以點到面擴展 公告完整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但就由不同族群反映 過去是以氏族、家族、社群以及河川流域為區分界線 並沒有部落的概念 族人希望化社辦法 因尊重各族群彈性多元的認定方式 避免爭議擴大 族人反映國民政府沿襲日治時期不當的行政劃分 才形成現在的村裡部落 另外像是泰魯閣族 早期以家族為主要社群 後來日治時期 為了方便集中管理的混居政策 才逐漸形成陷阱的部落 但大半傳統領域被歸於國有土地 以及國家公園 族人也提出要化社的困難 像我們這邊有上崇德 還有那個下崇德 這個地方這樣區分部落的話 怎麼去區分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有點困難 有的變成國家公園的範圍裡面 有的對此領悟 如果說我們以現在的區域裡面來劃分喔 那可能會比個半純一本 德拉優導會長提到 傳統領域權力勢必要歸還 但能否順利將太魯閣族群的傳統領域 完整劃設公告 則是抱持保留態度 要如何和國家對等協商 成了重要的課題 我們講的防我土地 概念是應該防我民主這個土地 國家進來之後 他並沒有跟我們徵收 或是沒有跟我們打過合約 變成自然就變成國家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跟國家講得很清楚 部落跟部落之間 我們有很好的這種協商的機制 原住民族土地變動性高且複雜 族人提出 跨設辦法應針對跨部落 跨縣市 以及跨族群之間的協商機制 有更完整的說明 甚至是協助的機制 而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得尊重各民族的意願 進行傳統領域調查 以及化石的工作 記者 台語室採訪報導